喂,大家好,我是余凱峰 這次是科學故事系列的第二講 我本來想講兩個古系列的科學家 但是發覺如果講太多就不會太夠時間,會太長 免得你太悶了,所以我只會集中講一個 因為這個也很出名的,叫做不達哥拉斯 有讀中學的數學都應該會記得它的名字 因為你學過一條定律叫做不達哥拉斯定理, Pythagoras theorem 他是一個很神奇的,我自己看那麼多科學家的新評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比較神奇的人物來的 因為他創立了一個宗教 這個宗教教條是用數學去做教條 都算是挺神奇的一個事跡 但是他也提出過他自己的理論 想去解釋這個太陽系 他就說地球就跟一個他想像出來的行星 他想像出來的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想像出來的 叫做反地球 我不知道希臘文是不是真的這樣譯 但是總之英文就這樣譯 就說地球和反地球就一起圍著 一件事,他有一件事叫做中央之火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理論的時候 我以為 那麼厲害,不達哥拉斯 他提出了地球圍著太陽轉 我再看下去就發現原來不是 他就說 這件中央之火 就都很猛烈的 燒得 都發光的 但是就不是太陽來的 太陽就是這裡 就完全跟這個地球圍著的東西轉 這個系統是無關係的 但是為什麼太陽 我們就只看到太陽 看不到中央之火 就說 這個反地球 就跟地球 同樣的轉速圍著這個中央之火轉 反地球就在裡面 就遮住了,就看不到 我也看過很多 如果你們也聽過 有些古人對於這個宇宙的見解 有些人就說 地球是平的 有些人就說 地球其實就是 我們生活在一隻巨大的烏龜上面 這隻烏龜又踩在一隻巨大的大品像上面 諸如此類 我覺得這些都算是合理的猜測 因為第一 第一,我們現實日現代人 老老實實 如果你不跟我說 如果你沒有教過 我說地球是圓的 地球是球形的 我也會覺得地球好像是平的 第二就是 就算我 說 地球是在烏龜上面 我們生活在烏龜的背上 我也可以說烏龜的背部 也很平 一隻很巨大的烏龜的背部 就更加平 跟我們的觀測很符合 我們看到我們周圍 都是平的 當然大家現在 現代知道 原因是地球很大 所以我們就以為地球是平的 但是 在以前的人來講 他們提出這件事 那就沒有口非 但是我又真的想不明白 為什麼你會想到地球是圍著一件事 而那件事不是太陽 是另一件你想像出來會發光的東西 但是我們又看不到這件會發光的東西 所以你就要想像多另一件 是不存在的東西 叫做反地球 而去遮住了這件你想像出來會發光的東西 是不是 我講完 我講完我也覺得很複雜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他會這樣想 如果大家熟悉這個 北達哥拉斯的科學史 即是讀歷史 讀過這個人 請你解釋給我聽 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自己就沒什麼興趣去探討 他這個邏輯 另外他提出過一件事 跟二十多個世紀之後的一個科學家叫Kepa 提出過很相似的 Kepa當然是說圍著太陽轉 他可能是說六大行星都是圍著中央之火轉 我不知道 總之他就說這些圍著轉的軌道 大少是可以用很簡單的比例去決定 他這樣說 這個我反而覺得是很合理的猜測 如果你給我猜測我也會這樣猜測 當然大家如果有讀過中學的物理裡面的天文 大家都會知道 應該都會知道Kepa's law Kepa's law就是 其實不是簡單的純比例 其實就是一些 有一點複雜的數學比例 其實都不是太複雜 我現在不說那麼多了 遲些我介紹Kepa的時候就會再說 最後 北達哥拉斯當然要說一下他的數學 他的北達哥拉斯定理就非常出名 就是在說什麼呢 如果我給一個直角三個形 三條邊就 其中一條叫A 一條叫B 一條叫C C就是斜的邊 北達哥拉斯定理就說 A的二次方加B的二次方 就會得到C的二次方 如果你用圖像去表達的話 其實就是 這樣去 表達 因為二次方其實就是在說什麼呢 一條長度的二次方 其實就是在說這條長度 畫出來的這個正方形 的面積 就是長度的二次方 所以 北達哥拉斯定理 其實都是在說 原來A這個正方形的面積 加B這個正方形的面積 就會等於C這個正方形的面積 大家就這樣看 就好像 不是太過 有個感覺 都 不明顯 這條定律 當然這條定律證明 都不是說真的那麼簡單 但是這條定律都算厲害了 我覺得 出名之餘 這條定律 證明他的方法 應該都不下 超過百種 其中一種 就是我現在展示給你看的這幅活動的圖 你看完就做完了 今天就說什麼呢 A二次方加B二次方 就是這兩個黑影的 大小 同時 同時他也是這個直角三個形的 直角那兩條邊 的邊長 整出來的正方形 是不是 這條短邊 這條長邊 整出來的 A二次方 和B二次方 而這個直角三個形 斜邊 整出來的正方形 就會是 它動完之後 這個中間這個正方形的面積 C二次方 亦都是因為 這幅圖沒有變大過 沒有騙你的 沒有花沒有假 這個黑暗的面積 跟這個黑暗的面積 就一定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用 動畫的方法 去證明了 不達角色指定理 證明的 當然這個不是嚴謹的證明 真正的數學家 會用一些很嚴謹的證明 去證明 但是 我不會在這裡說 另外我最後想說一件事 就是 這個教派 其實是很厲害的 他發現了一件事 叫做 無理 數 Irational numbers 那 有無理數當然有有理數 是不是 有理數是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這個數字可以表達成為 一個 很簡單的比例 或者就是 一份數 那它就是有理數 那所有不可以表達成為 一個比例 或者一個份數 的數字呢 都是無理數 那你就可能第一時間會想 是不是 存在的 無理數 那我告訴你 是 是存在的 譬如是什麼呢 譬如 圓周率呢 就是無理數 但是我不會在這裡證明 另一個數學 上的數字呢 替無理數呢 就是 是開方二 北達哥拉斯的教派 就發現了 開方二呢 是一個無理數 那怎樣可以 整個開方二出來呢 很簡單的 你在地上玩一個 一個直角三角形 它兩條邊 的長度相等 那如果我說 它這條邊就叫做一 的話 那斜邊就會是開方二 那你可以證明到 開方二是無理數 但是我不會在這裡證明 那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本來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不是呢 他發現了一樣 數學的概念 就發現了 很厲害 但是呢 北達哥拉斯 他的教派 就很有趣的 他就 覺得這個世界上 所有東西都是由 數學構成的 這個不是比喻 很多現代的數學家 或者科學家 都會這樣講話 但是呢 在他們講話的時候 其實他是 他是在表達一個 比喻的意思 不是真是說 說我們 是真是數學 學到的數學概念 都是實體來的 不是 但是北達哥拉斯這個教派 他就真是說 他的意思就真是說 數學是真實的意思 就真是 我們實際上 看到的所有的物質 都是真是由數學的點 線 面去組成的 那麼 現代的人 就沒有什麼人會說這件事 但是他那時候 他真是這麼說 很有趣的 他有些 我不是 很不理解 可能真的 瘋瘋瘋瘋瘋瘋 才會 弄個教派出來 但是他又瘋瘋瘋瘋 所以他又有 他們的教派 發現了很多 這些定律 但是 題外話 我 都很多人去質疑 究竟 是否 是不達哥拉斯本人發現的 這些定律 那麼 很多歷史學家都覺得 應該不是的 是他的 子弟發現了 但是 就是 奉獻給他 可能是 或者用了他的名字 因為他是教王 說回頭 他 可能真的瘋瘋瘋瘋 賦予這個世界上的每一樣東西 都有一個數學的意思 譬如 我記得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如果記錯了 你就告訴我 他就說 女人就是二 男人就是三 所以呢 男人加女人就是結婚 所以結婚就可以用五來代表 我覺得 真是 想不明白 為什麼會有些人想到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他就說 開芳二是無理數 這個世界是有你的 沒有理由 有些無理的東西出現 在這個世界上的 所以他就說 你不可以說出去 如果你說出去 就是犯了交條 很嚴重的 但是 他又有個子弟 可能忍不住就爆了出去 被人發現了 捉了 最後怎麼辦呢 加法事後 怎樣加法事後 就是殺死他 我記得好像是丟了他在井上 還是不知 還是類似的 總之是殺了他 所以 有時候 我就覺得 如果你就這樣看這個科學家或是一個數學家的貢獻 科學上或是數學上的貢獻 你就會覺得這個科學 這個人很厲害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 你再去看真點這個人 他的身評 做過什麼呢 你又可能會對他的 評價有些不同 所以這個也是 我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看這些科學家的 的身評 那這次就先說到這裏 下次再跟大家介紹 其他的古希列科學家 拜拜 拜拜